总奖金400万元的2017TLPGA建大轮胎杯高球赛 今8日在彰化园林台风高尔夫球场进行最终回合决赛 17岁泰国女将萨莱鹏以三回合总感低于标准感三感的213感 拿下女台群赛第二关 台湾新秀淳宇如以一感之差获得亚军 这也是他继上周老爷公开赛之后连续两场获得第二 15岁小将卢新宇以总感217感夺得业余组冠军 陈宇如今前酒洞34感追到只落后萨莱鹏一感 可惜后酒洞打出平标准感36感最终以一感之差与冠军擦身而过 而第16洞出现食物吞下双搏击是失去夺冠机会关键 他赛后无奈的说第16洞第二敢打倒数 加上又出现三推持下双搏击 他表示这一洞因为果领前有一棵大树 还没想好如何闪避就急造出赶 结果就打到了数 对于连两场获得第二 陈宇如虽感到遗憾 但没想过可以离冠军如此近 这两战成绩比想象的好 主要是前阵子调整用力方式帮助很大 未来把重点放在下个月的群摆摇摇LPGA 台湾锦标赛 业余小将卢鲸鱼以三鸟四伯计打出高于标准感 一感的73感 总感217感 与职业选手陈一问 黄贤文 韩国的张素荣 泰国皮亚斯坦并列第四轻松拿到业余组冠军 他表示因为难得在职业组中打进领先群 能追着这些大姐姐的脚步去争观 所以对自我期许很高 今天下去打时蛮紧张的 前面挤动有失误 还好后面渐渐稳下来 慢慢抓回自己的节奏 忠实电子报